大家好,欢迎收听生奇异普通话频道,现在香港已经出现了文字欲,而魅帝当然是文字欲的天花板,是古往今来从来都没有这么离谱的一个执行国家。 什么叫文字欲?就是你说离句政府不爱听的话就要把你抓起来。 西安西北大学有一名大学生,他在上马克思主义原理课的时候大骂,我不相信共产党,我也不爱共产党。 结果他被抓了,而且还急速判刑八年,这件事引起了轩然大波,这是发生在8月27日的事,但是到现在已经收到了他被判刑的消息。 西安公安局的消息是这么说的。 8月27日,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原理课上,张某某学生刻意污蔑国家,污蔑政权,企图颠覆国家政权的言论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。 张某某同学已被刑拘,从众从诉判刑八年,引以为戒,网络不是法外之地,不传咬。 不信咬,爱国爱党是每个公民的基本底线。 我去,原来一定要爱,不爱也是犯法,只是一句话就要蹲八年的大牢。 问题是,中国有哪条宪法,有哪条法律规定一定要爱党? 不爱共产党,不相信马列主义,不相信共产主义就犯法吗? 法律当然是没有这样写,没有说如果不爱他就犯法。 他是怎么污蔑国家,怎么污蔑政权,怎么颠覆国家政权。 所以,这个问题非常值得大家来关注。 因为现在大陆已经发展到了不爱也有罪,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看到,如果在奏国歌的时候你不跟着唱,可能你也会被以不爱国的名义而判刑。 在香港,即便你是在脸书上发帖文,也很容易就会被抓去坐牢。 所以,现在的香港已经是大新闻自语,而在大陆更是离谱的要命。 当时在国安法说要通过的时候,我们已经在考虑要在什么时候走。 结果在他通过了之后,我们选择立即坐飞机离开这个警察国家。 大陆的情况比香港更恶劣。 2019年,有很多在内地声援香港的朋友,他们只是举了一下纸被抓,坐了几年老,到现在还没有放出来。 那我们如何去看待这些文字语? 我们身在海外,就有责任去不断传播中共的真相。 最近多了很多内地朋友向我们反映,叫我们多做一些普通话节目。 奈何由于我们是讲广东话,如果要把粤语变成所有大陆人听得懂的语言,我们就需要人手去做。 还要再加上付钱的AI软件。 付钱当然是一个问题。 除了要付钱翻译成普通话之外,还要用AI合成。 要多做很多个步骤。 所以,我们只能够晚几天才能把一些节目变成普通话节目。 在此还请大家多多包涵。 反正我们也是传播大陆的真相。 有时候,有的内容晚了几天。 相信大家应该不会太介意。 因为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类型的普通话节目。 只是我们有时候是以香港人的角度来分析。 因为在很多时候,我们跟内地人的文化背景不同。 他们不了解我们。 我们对他们也不是非常了解。 这一点需要大家多一点沟通才能够克服。 因为生活在墙内和墙外真的相差很远。 国内有很多朋友非常同情和很支持我们。 尤其是广东省。 越是南方就越是支持我们。 越是北方就越是不支持。 为什么会这样? 最近有内地的网友告诉我。 他是一家公司的主管。 他手下有很多员工都觉得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。 所以他们也开始翻墙。 让他没想到的是, 他的手下有很多年轻员工对他说,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2019年香港人要上街了。 我们已经没有希望了。 他们有很多人直到现在才知道。 当时根本就不知道。 还是处于粉红愤青状态。 因为他们从小到大都被人洗脑。 他们认为爱国家党是应该的。 共产党统治我们是应该的。 我们之所以有今天。 我们能够吃得上饭。 我们不被猎枪欺负。 我们不会到处被养鬼子踢屁股是因为共产党。 只有共产党才可以让我们光明正大的做人。 我们才可以不用向奴隶主下跪。 但是实际上现在中国人即便是没有趴着。 奴隶主仍然是骑在你们的头上作威作腹。 现在欺压你们的不是养鬼子。 不是日本侵略者。 而是中国人。 而是共产党。 是谁让你们丢了工作? 是谁在拼命罚你们的钱? 是谁让你们看医生那么贵? 是谁会活摘你们的器官? 是谁会绑架你们的儿女? 绑完之后又不让你们维权? 那些解访办事美国搞的吗? 当然不是。 所以大家生活在不同的地方。 他们从小到大被人洗脑。 有时候你真的不能够怪他们。 因为他们一出生的认知就是美国日本是坏人。 他们亡我之心不死。 在郑州水灾之后, 有外媒记者去采访。 当地的民众竟然一致地去把人家老外记者给赶走。 美名其约不可以为国家天烦天乱。 不可以给境外敌对势力抵刀子。 你们是想我们的国家出丑。 结果你们赶走了记者。 那就没办法了。 你们死了是你们的事。 有人做了一个比喻。 在一家五星级酒店里面坐着中共的权贵。 酒店外面是中共统治下的人民。 他们没有饭吃。 很惨。 个个跟乞丐一样。 结果有一老外应邀去赴约。 路过的时候看到他们那么惨。 于是就以为可怜一下他们。 给他们点饭吃。 结果老外跟权贵就吵了起来。 这些中共统治者就不高兴了。 说不过别人。 就对外面的那帮乞丐说。 养鬼子要欺负我们。 结果外面的那些乞丐就冲进来狂揍养鬼子。 揍完之后又继续出去要饭。 然后那些权贵又继续在里面享受锦衣美食。 这就是中国的现况。 是谁让你们沦落到要在街上要饭。 是谁让你们挨动。 是谁让你们失业。 是谁害得你们大学生男的要出来送外卖。 女的要出来坐鸡。 到底是谁。 他们不会想这个问题。 因为他们从小到大的思考模式就是共产党永远是对的。 共产党上他们的母亲党。 但是天下哪里有那么狠毒的母亲。 回头来看这次的文字语。 为什么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抓人判刑? 因为他们感到很害怕。 因为共产党洗脑了这么多年。 但是居然还有人洗不掉。 居然还会有清醒的人。 这些人全部都受过洗脑教育。 为什么会有人洗不干净? 是不是我们的洗脑系统出了问题? 所以这个案件要从严宣判。 以后不能够再出现这样的情况。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。 在这三年疫情期间, 有大量的中国人上网翻墙。 因为他们太无聊了。 天天被困在家里, 不准出门, 没事干。 2022年卡塔尔举行世界杯期间, 就让无数中国人看到, 为什么人家可以踢球? 而且什么事都没有。 现场所有的人都没有戴口罩。 为什么我们不行? 是什么原因不行? 之后就会产生很多疑问。 直到在通关了之后, 这个疑问都没有停止过。 为什么人家行? 我们不行? 我们跟全世界有什么不一样。 中国原来不是一个正常国家。 共产党很努力地宣传, 说你们正身在一个正常国家。 实际上根本不是一个正常国家。 当一个人跟其他人不一样的时候, 他就会变成异类。 就是有一天, 当你一起床, 发现身边所有的人都变成了犀牛。 只有你一个没有变, 这样子你就变成怪物了。 那样到底是你的问题还是别人的问题? 是你成了怪物而不是别人。 就像2001年的电影《决战星球》, 主角乘坐飞船回到了地球之后, 发现林肯像已经变成了猿人。 所有的人都变成了猿人。 这样你就成了怪物。 现在全中国都是怪物。 所以我要提醒大家, 当你做回了正常人的时候, 你也要装作自己不是正常人。 你要装成跟他们一样, 当自己是怪物。 这样才能保证你自己的安全。 当大部分的人都开始觉醒的时候, 你的危险程度减低, 你才可以做回正常人。 那中国人什么时候才能够做回正常人? 答案就是在推翻这个证券之后, 否则你永远都没有办法做回正常人。 插一段广告时间, 多谢Surfshark VPN支持本台。 还没安装VPN的观众, 记得快点安装Surfshark VPN, 多谢。 这一节暂时先讲到这里。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,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, 同时开启通知小铃铛, 以获得我们频道最新的动向和内容。 我们诚意邀请经济许可的朋友订阅Patreon, 大家也可以用免费模式支持我们, 帮我们欣赏广告, 也欢迎大家踊跃留言, 与我们互动, 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您的亲戚朋友。 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,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。